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声音 包括你说听到我要哭的声音 或者是什么触动你心灵的 它不是那个什么 有些东西只是故乡的呼唤而已 只是一个故乡的声音 有些很多人听了大悲咒会哭啊 听了什么 只是在你心里是从你渴望 渴望回归而已 所以它迎合了你的渴望 因为你太辛苦 每个人都活得太辛苦了 因为你们本来是佛在外边流浪 所以很辛苦的流浪了很多年很多事 就算流浪到天道 流浪到天道很快乐 还是流浪 是不是 这就是说有的人移民国外了 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哪个国家 他很快乐 但是故土呢就是故乡还是故乡 他没有回去过 总是要回去的 从宇宙一爆炸 那一刻我们出来再没回去过 你想比地球还要古老啊 甚至比宇宙还要古老啊 蓬洞出开那一刹那你出去了 你再没有回来过 回到故乡 回到你的朋友的位置上 一直在那 在外边转悠 而且越转悠越远了似乎 宇宙又来了几个维度 我怀疑 又来了多了几层 因为我们转悠得远 那都是你的心想象出来的 业力滋留创造出来的 供业所生 他就出一个维度 出一个事件嘛 只要我们的意念足够强 他就有个事件在那 那要是具体 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怎么去来修呢 境地上要很重要 你是个假我 这个一定要记住 所以不要太可怜 自己太自恋 我们总是自恋 照着精神把这个假我 打扮可以 但每一念 每一个起心动念要绝照 绝照你是在 习惧欲望里面被牵引 你今天比如说我去做一件 我能不能做个不做一个样 有没有自在在这件事里面 如果你不能自在 你已经被牵引了 你就在迷失之中了 如果你能自在 说这个事情 我做个不做一个样 那么你在这一块借信 你已经借空信了 你已经安住在你的本位上 在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 而且第一是你是个假我 假的 这个世界是个幻象 所以里边的 你是因为野耳鼻舌生意组成的 内六根 外六层 色身相位出发 外边的世界 把它定义为色身相位出发 在佛内六 都是虚幻的 你不是这个东西 不要认 那么如果你不是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如果这个也不是 外边也不是 那你是无所得的 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你用尽全 你的多多努力 你去拥有这个世界 一切你都是虚幻的 你最终是有虚空在 多拿虚空 抓住虚空放开虚空 你只是在意识层面 在较劲 执着 执着 所以无所得 就是说 红尘度众生 不管你度众生 还是做行人世界的 世俗的事业 这些界地是 佛的界地很重要 当你拥有这些界地的时候 开始修六度 就是六度 就是不思 以功德作为地位 利他之心一定要发起来 因为更生帝国的我执 不利他没法触动 有些我执你都不知道 你觉得自在了 在煽动你自在了 出来别人一碰你 你觉得不自在 有时候你甚至不能 你几十个人坐在一起 因为你觉得他们是 不对啊 他那个炒影响我 你还很会呢 他那个波影响我 你找不到影响 不行 他那个呼吸影响我 影响你你是谁 你这马上就找我像了 是吧 马上就不是我像就是他像 不是 平时我们在身边就是 不是我像就是他像 他怎么了 我怎么了 他不就是这些事吗 很小的一些事 这还谈不上 你跟你本能抗衡了 就就开始就 就是很小的这些 这些东西根本 真正的修行 这些根本说都不说 这都不算是 就说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他说我什么了 他骂我什么了 他怎么了 这都是刚开始 小幼儿园比别的状态 这还没啥修行路 是不是 慢慢的你要跟你 本能的东西 开始交接 就是开始 克服你本能的牵引 就执着了 你想你的呼吸都要自如 自在 你想想你的饮食都要自在 我吃一点点 我吃也行不行 那些阿罗哈都是过午不时 或者是一马一卖 那些当然我们不介意这样修行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段时间是要这样的 慢慢壁鼓啊 这些都要可能出现 然后甚至波周行啊 不睡觉的 但是这个法门可能是不太适合很多人 但是这里别也要自在的 其实 所以很多阿罗哈有夜不导单啊什么 这是修正的一些 克服本能的欲望的一些东西 就一些法门 就那个时候修学人会这样子修 而我们现在简单的一些 整天每天终结在身边的一些东西里边 就不自在了 大乘菩萨更不应该这样 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 如如不动 先修觉儿不动 按住人修定力 不着想 这个是始终要 就是八分吹不动啊 修定力啊 出来不能修 行走做不能修 现在坐点啥修啊 坐在那身心不动啊 身心不动 你不用坐在那乱想嘛 签语嘛 这个世界还是真的嘛 对你强烈的签语嘛 你不能不动啊 坐在那些悄呼吸 身心不动 出来以后 念念绝招之心 按住在菩萨道上 我这样想不像菩萨 我这样 因为你是菩萨 你才能成佛嘛 菩萨最起码是佛的地基啊 利他才能破过之 念念不要考虑自我的觉受 而是按住在他的 就是能够考虑到他的角度 不要为自我的觉受而挣扎 我不舒服 然后心里哼哼的 或者是很委屈 或者是什么 你刚开始情绪会有 但是你知道我这样是不对的 一定要用 跟世俗法完全相反的角度 来这样认真 开始觉得我吃亏了 或者我受委屈了 或者我的忠言没面子 所有的这些自我的东西 我好没面子啊 我好怎么怎么 就是那种自我的东西 然后当面对这些事情 这些语言啊 或者行为的冲击你的时候 马上按住在绝招 自己能不能在这一刻 最起码能不动定住 不是被这个情绪 马上被这些东西就转了 然后情绪翻滚啊 然后啊 虽然说就定不住了嘛 那就是凡夫的境界 但是那个是出发心菩萨了 以及是我想定住 我想去按站在他的角度下 我想去破掉这种幻境对我的影响 但是我不行 我身心皆动 还不是 那这个时候是出发心 打不到嘛 刚开始嘛 那就哦 你就会发现你第一 又着想又定力不够 那么又着了他想 又着了我想 还定力还不行 那就去坐地上修 先避开 先逃避嘛 先去官房里修 坐地上 坐在那儿 反正我闭着眼 我看不见你了 我也不烦 也不见心不烦 给周围还去隔绝 然后去修 修完了出来解验 就像在山东里修完出来 人家一喷还不行再回去了 慢慢这样子 这样子修就很好了 慢慢你就会发现 一点小事啊 还有一些忍辱啊 就是有些你觉得你在委屈 受侮辱 其实他是无缘无故欺负你 或者是什么 而且其实大部分人 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谁会没事的 老欺负别人 是不是那也很累的 你说一个人没事了 就找个人欺负 你说多累啊 是不是 最主要是 就互相的角度不同啊 那种摩擦 然后你觉得我不能复苏 凭什么我就软弱啊 我就好像复苏 我就 然后你高 你高也是 你高 我不跟你计较 我是菩萨 然后并不是因为自己觉得 两个都是两个角度 不是拿正确的直接认知的 他是一个角度 我也是一个角度 只是他现在转不了他那个角度 他也迷在他的自我里边 我呢 先把转我自己 我的 因为他还没有 不是说他没你修得好 是他现在迷失了 可能迷失的更深 他的习气欲望更重 或者是什么 那么我先转我的 有一些他也会转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转 你得相信每一个人散的那一面 否则很多负面的东西 就深深的固定在你头脑里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 其实最邪恶的人 他也有散的一面 只是他现在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 他那个习气直流 深深思思 他居住的环境啊 他所在的那个道 比如有的人在阿修罗道 有的人在抽水道 地狱道 他受了太多的苦 太多的那种疑心啊 修罗道人互相疑啊 打仗 你你你一不方便 他就被他杀了 就是那种生死较较 那个时候他来到人道里头 他那种习气就改不了 他很多疑 就是称恨也很重 因为他你一不小心 你碰到他 他就咬死你 就是那种恨恨的那个样子 就出来了 他在其他道就那样 因为那个时候 他不这样 别人就这样 所以他又养成了这种习惯 慢慢你有友善 面对他 微笑 安抚他说 那这是人道 不是修罗道 我告诉你不是啊 不用打仗的就能解决问题的 不是一定要每件事都要战争的 哦 他就懂得 慢慢是 哎 他说话也能解决问题 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刀冰相切的 他不懂 其实是他不懂 慢慢他就放松了 他是放不松的 慢慢慢慢放松了 说你也不用怀疑 其实就是 就算你吃点亏也没关系 为什么每件事你都怀疑呢 就算这一件事你吃亏了 凭你的实力 你的优秀 而且你的本身那种素质 你吃点亏怕什么呢 你就给众生吃点亏 你还是很厉害的在这个世界 你怕什么呢 为什么 很多人不是 很多人还有怀疑 我付出什么也行 但是你不能骗我 你有一句话骗了我 终身不饶恕你啊 什么 其实内心深处 其实很多人就纠结在一点点事情上 那些那些很厉害的人 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 但是你要有一句话给我撒谎 我终身不原谅 就跟你过不去 是吧 有很厉害的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告诉他 就算他撒谎 你为什么就是慈悲性啊 就算这个人对你撒了那一句话 但是你是不是 应该换个角度 考虑一下他也是很无奈啊 可能他那一刻就很无奈 或者是他那一刻吸气饭了 生生世世的吸气饭了 他上一世上上世可能那个时候 就做过一个骗子啊 这一世吸气露出来 其实不是故意的 但一张嘴就撒谎 就是一张嘴就撒谎 他忘了自己是个 已经不是骗子了 他忘记了 忘记这一世 他已经准备做个好人了 准备做一个很正直的人了 但是上一世的吸气一不流水就出来了 出来他就杀了个谎 其实那个谎是没必要杀的 但是他还是杀了 杀了其实他也觉得 他忘了这个过程 就因为上一世做那个嘛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带着吸气来的 那这一刻你就会 当你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宽容啊 慈悲啊 忍让啊 那些忍辱 你知道过 你忍他两次三次 他就没有了 因为他就是 他就紧张嘛 你慢慢爱护爱护爱护 所有的人就回归到 慢慢你身边的就是 全部是善缘 送缘了 就没有那些冲突了 因为大家带着吸气靠近 靠近你的时候 那些吸气 你不要认定它是有缘 你认定它 它会随着时间 只要你给予足够的时间 给予足够的理论的东西 你去跟他交流沟通 你们就会变成善缘 就会把逆缘转过来 那也有极个别的是 杀生逆缘 就是你杀过他 他杀过你可能 这个转起来比较困难 他非得杀了你 在心里面好受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一些很大力的 就需要你的正量 你的修正越高 你越容易转这些东西 其实转是什么 一个是语言 还有你为他做什么 有时候你真的为他付出了 如果有一些缘分很深 就是了不了 那么无私地 不断地给他付出 你就是不断地给他付出 没关系 肯定了 因为很多大不了 他就是要债的嘛 最难付出的就是 你杀过他 是不是 但这一世 他显然也杀不了你 因为没机会杀你嘛 是不是 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那么他就不断地折磨你 他就没完 就是他就揪裁不清啊 反正你怎么痛苦 他怎么开心 他有不 其实他也挺痛的 但是他就有时候 因为你杀过他 所以你们的缘分纠结不清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旦你察觉到这些 好受的力量 就是怎么也分不开 但是在一起 每天吵架痛苦的这种缘分的 OK 不断地不失 只有不失 还有你的慈悲 不断地不失 不断地不失 很快就了 然后突然两个人分平冷静 没有什么 就是菩萨道 就是 其实就处理这些缘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纠结 一个是来自于本能 迷失本能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饮食啊 呼吸啊 信誉啊 这些 就是本能的角色啊 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缘 助缘给你带来的困惑 你一定迷在这种缘分里面 然后这就是情啊 情啊 度有情嘛 就是啊 爱情 友情 亲情 血缘这些都是缘 但这些缘你看不空嘛 佛说缘起性空 所有的缘是虚幻的 所有的缘本身也是空的 就是因缘具足了 出现这么一件事 并不是真有那么一个 因缘实实具体在那等着你 是因缘具足了 它就 这件事情就呈现在你面前了 你怎么样来处理 你也可以不要它因缘具足 就是离奇区啊 很多人家阿罗汉出家 离奇区 藏在山都不出来 那那就是因缘不具足 它那个抱熟不了嘛 藏起来 我在禅定中我不出地 它就缘不动了嘛 但是现在这个是不究竟的嘛 你窃人家呢 你就缓嘛 你为什么藏起来呢 是吧 我们菩萨道士回来 回来 就是入这些缘 本来这些缘是虚幻的 但是开始你空不掉 你才会被陷进去 所以修布施 最深的沙业 就是那些沙业 一定要布施 一定要修功德 才能化解 就是才会原谅你 不是你坐在这说两句话 就是哎呀 我成道了度你成道啊 我成道了 理都不理你 为他做什么 他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你为他做 为他布施 为他去做 去关心他 爱护他 去爱他或者什么 你永远不会放弃 然后去去这样 去这样 就会化解这种 就算是冰 他也能化解 你只有不断的付出 这就是菩萨道 就是把一些很深的 神神事实 我们真的杀过 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杀过人啊 不只杀过人 六道中 都可能干过 因为我们 就算这一道 我们也吃过很多东西了 就是吃过 有杀业的 杀业 我们每个人都杀到 就要杀到有这些 我们都犯过 是是是是 就是说不 那么在这个修到回家的路上呢 这些这些园碰到的时候 如果不碰到就OK 算我们有福报 碰到了 哎 两个人狭漏相逢 那好 OK 你就要用菩萨道的角度来聊 而不是用凡夫的角度来聊 凡夫的角度就是 你出于我食 我拼什么 是不是 拼你上辈子 妾人家的 没什么 我告诉你就拼这个 所以你永远 你不要怕吃可以付出 但这个过程就好像就比较辛苦了 就为什么是我付出 就是你付出 你就是妾的 妾人家的 嗯 你上面吃的多 是不是 本来我说少吃点 你吃那么多 看啥 你的切想不得还 是吧 我说 我说少吃点 肉 大家扭出去又吃了个猪肉 那这辈子还 是吧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开开心心的还在 那怕什么 反对切了吗 心而理得吗 那怕啥呢 是吧 就是 为他 为这个世界的众生付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待过很多很多次 然后呢 在这个世界上吃了很多人家的东西 你明天你想去极乐世界 你想去哪儿 拍拍屁股就走啊 是不是 你总能给这个世界留点东西吗 最起碰 人家这个世界怎么样 你得付出一点嘛 做点事嘛 就是新菩萨道 立他之行 嗯 修功德是了原圆圆满自己的 所以大菩萨都以功德作为第一位 嗯 但是一定要用佛的政治界指导下的所有善行才能算功德 如果没有佛的直接指导 那你那个善行就叫善业 哎 你一定要佛的空性正解指导 然后你说做世界一切善行一切善法 这个是叫功德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造了善业 又在造业只是善业 就是慈善嘛 人世界的慈善嘛 啊 人世界的慈善有时候很难破破直的 但是能让人有善报 有时候可以往生到天见 哎 或者身边越来越开心快乐 有时候人付出的很多的时候 你会开心的 因为那别人的感恩啊 别人就算是他不感恩你 不懂得理解 但是他也不会骂你 因为你付出他不会骂你的 他不会很恨你 那你身边就会风皮落尽 就是你渡你那个生死海的时候 那个船好走一天知道吗 晒暴多嘛 就不用佩蔽众舍武器 不用自欺 哎呀不行 还得弄个武器 这个不行 潜水器也得弄 什么快潜也得弄 还得是海洛库晒晒晒 随时都走壁起飞 因为我们的烙太大了 风烙 还有工业 这些工业多 两个人 好 不过来 才能引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